中医讲,羊从脚下伸亦从脚下摔 脚可谓是人体阳气运行的源头呢 脚下的阳气运行通畅 意味着人体的健康将可能来得更快 很多曾离患过脚气或听身边有脚气的朋友说过 或在曾经的生理卫生书上学过当一个人有脚气时 其症状表现会出现双脚,双腿更容易麻胀 而且会感觉双腿,双脚会比较容易发沉等 西医的说法可能是神经营养不是太好的缘故 需要吃些B族维生素类的药片 中医则认为是下肢,双脚的经脉不通畅了 需要疏通下肢的经脉 比较常用的方式就是多做脚底按摩 比如现在公园比较流行的走额卵石路面就是一种 通过不断的脚步学位刺激 促进整个脚步及下肢的经脉巡行 令其通畅 而且不穿袜子光脚走的效果更好 为什么会这样?道理很简单 中医说 人体,经脉是一个开放的源 人需要时刻都与外界进行着阳气能量等的交换 这样才能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 与周围一切的和谐 健康才可能自然而然的来 而自然界的阳气与人体进行交换 人身阳气内外出入的一个主要点就在大家的脚步 一,脚支架轻微下陷,贫血症状 如果体内缺铁,脚支架就会显得苍白,易折断 出现不规则的凹形或勺子状的压痕 补铁石最好同时服用维生素C加速铁元素吸收 二,脚频繁抽筋 脚突然抽筋或是肌肉的猛然收缩 可能是由锻炼或脱水引发的短暂情况 如果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那么就是你缺钙、鎂、钾等微量元素 孕妇在晚期妊娠一定要小心 要增加血流量防止这种情况发生 为了避免抽筋 睡觉前最好伸展一下脚丫 然后喝杯热牛奶补钙 抽筋后除了按摩 也可以敷冷毛巾或擦酒精让肌肉放松 三,脚掌疼痛不见好 可能是糖尿病 不断升高的血糖破坏脚部神经 表现为有压力或不小心的摩擦而引起的刮伤 切伤或刺激让人对脚伤没有太大反应 如果不及时处理最终会导致结枝 出现这种情况马上治疗溃疡 并做个糖尿病的检查 四,脚寒 品血或甲状腺问题 此外循环不畅也是原因之一 这种情况都发生在四十多岁的女性身上 脚冷的同时还会感到疲劳 抑郁,皮肤干燥 雾,脚支架厚重,发黄 支架下的黴菌感染引起 治疗不及时 支架将变黑,发出难闻气味 糖尿病,血液循环不畅 免疫力下降者最易中招 如果老年人走路有问题 有时候也可能是这个问题 但是不易被人们发觉 六,大脚趾突然增大 可能是痛风 这是关节炎的一种 通常由尿酸过多引起 而尿酸多存在于体温较低的部位 尤其是离心脏最远的大脚趾 七,双脚满目 双脚没有知觉 这是由周围神经病变引起的 原因很多 但是首要原因是糖尿病或过量饮酒 导致双脚周围神经病变 这种麻木有可能传染给胳膊和大腿 虽然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但可通过阵痛剂和抗抑郁药缓解 八,脚关节疼痛 风湿性关节炎 它通常会先在脚关节或手关节出现病变 疼痛的同时还会感到肿胀和僵硬 常常是两只脚一起疼 这时需要做过全面检查 来确定关节疼痛的原因 有很多药物和疗法可以治愈关节炎 九,脚趾尖上翘肿起 严重肺部疾病的表现 包括肺纤维化或肺癌 心脏疾病和胃肠疾病也和此有关 夏天护好脚功夫有五招 第一招,温水泡脚 夏天坚持温水泡脚有助于驱除鼠湿 促进血液循环 泡脚水温以40摄氏度为一 每次泡20到30分钟 泡脚后可涂抹润肤霜 防止脚底干裂 饭后不要立即泡脚 以免影响消化 有烧伤,浓泡窗,水痘,麻疹或足部外伤的人 不适合泡脚 第二招,脚底按摩 夏季阳脚对助长阳气很重要 按摩脚底,尤其是按摩足三里学 可以补中医气 足三里位于外膝眼下三寸 按摩位于脚掌前部三分之一中间处的涌泉学 也有助于养生 第三招,脚部保暖 中医讲,寒从足下生,并从寒中来 脚在下,鼠阴,寒邪也是阴邪 所以脚是寒邪侵犯人体的重要途径 夏天,老年人或体质较弱者 也应尽量穿霜宝典的棉袜或透气性好的丝袜 在皮肤和鞋之间建成一道屏障 避免脚部受凉 同时,还应避免脚部被冷风直吹 下雨时最好穿雨鞋 第四招,穿对鞋子 夏天最好穿柔软 舒适,透气性好的布鞋或真皮凉鞋 鞋后跟以高1.5到2厘米为宜 这样有利于支撑足弓,减少足部疼痛 大家要少穿后球鞋,高跟鞋,人自脱 第五招,做好情节 夏天也每天洗脚,换洗袜子 洗脚时,应注意看脚部皮肤表面是否有发红 起泡,擦伤,看外形是否有肿胀,凹陷 看支架是否断裂,变色或出现斑点 二是,摸摸双脚是否有压痛感 脚背部的跌羊脉是否不动正常 如果脉搏减弱则说明血流不畅 足部保养 足部保健三步走 第一步 先将双脚浸泡在热水中10分钟软化角质和死皮 你还可以在水里滴上几滴薰衣草精华 能帮助消炎杀菌 如果没有精油的话 倒上半袋牛奶可以美白润滑肌肤 第二步,在脚上涂抹磨砂膏 并在死皮堆积的重点部位加强按摩 那些最容易堆积死皮和老茧的地方 比如脚跟和脚掌靠近拇指根部的球形部分 还有脚后跟那个地方自己不容易注意到 但是很容易被别人看到可以用磨脚石打磨 打磨过程中记得时不时沾一些水 这样能打磨得更顺滑 你要注意的是 穿高跟鞋导致的老茧是不能一次被清理干净的 需要耐心地一点点打磨 第三步,将打磨下来的死皮冲洗干净 你的双脚肌肤又如硬而般柔嫩 此时需要倍加呵护 将润足乳涂抹到双脚上 每一个指头一直到脚踝都要细细蜜蜜地涂抹均匀 足疗方能治病 腿脚怕凉 经常抽筋的人可以把花椒 干姜、肉桂、八角 加2000到3000毫升水熬成汤药后 晾凉至40度泡脚 这样可以温阳通落 散寒止痛 此汤药可反复加热使用 有脚部红肿、热痛、甲勾炎等症状的人 可以用金银花、菊花、绿茶、黄莲、黄芹、黄布熬成汤药泡脚 以便清热解毒、消肿造湿 有脚汗、脚臭的人可以试试用糖米水加食盐 或用高粱一人熬成米汤泡脚